蘇迪勒來襲 強振風有多可怕 就連神明都自身難保 高雄鳳山區二級古蹟龍山寺 重400公斤的觀世音菩薩 不提強風 整座神像被吹斷 早期做的事情 玻璃千里 催化於柯林有壁甲 還有雲林北港朝天宮 神明塑像也遭殃 原本站在觀光大橋旁 雄壯威武的千里眼跟順風耳 現在變成這副模樣 網友都在問千里眼將軍 到底去哪兒 往基座底下一看 不得了 千里眼神像被風吹倒 碎成好幾塊 看來想修復都很難 還有廟前石獅子 誇張的被吹到馬路上 花蓮蜂冰箱 更因為大浪沖刷 陸基流失 原本矗立路旁的知名地標 人定勝天杯都hold不住了 被風吹斷 正快石碑 消失不見 網友還開玩笑的說 難道這是意味著 人定終究不能勝天嗎 掉到底下去了 有找到嗎 因為路基泡過關係 蘇迪勒的驚人破壞力 也讓馬路上出現不少壞東西 台中市區經見一顆大蘋果擋路 原來是幼稚園的裝飾品 不敵強風從大樓墜落 還滾了二十幾公尺 擦撞五輛車 猜停止 還滿快的車子都刮傷了 也有人在路上看到巨型 Open獎娃娃出巡 雖然模樣可愛 但是大半夜的也讓網友嚇一跳 碑飾這兩個被吹到彎腰的油桶 好像在裝可愛 也被網友直說好萌 桃園六六快速道路 還出現大響溜滑梯擋路 網友開玩笑的問 究竟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呀 藍布捷的頭都已經斷掉了 更誇張的是 嘉義縣祥和角落道下 造價近千萬的精神地標 飛扭圖騰 居然也被吹到斷頭 蘇迪勒強風橫掃北中南 驚人破壞力震撼全台 連神明像都成了風災受害者 記者綜合報導